它對人的皮膚會有著熱感 所以盡量不要去碰它 我想也是 這個看起來很像是核廢料什麼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Pierce 歡迎回到今天的VLOG 那我之前有說嘛 我野良引擎的那兩邊側蓋 也就是離合器跟電盤那一側的側蓋 我想要做不同的烤漆 因為我想做的是那一種結晶烤漆 講個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HONTA那一個紅透引擎 就是B18系那一顆 它們不是有那個紅色的氣門蓋嗎 然後上面會有很像石頭這樣粗糙面 然後一粒一粒的那種的 我想要做哪一種 那種就是所謂的結晶烤漆 那因為那種烤漆算是比較特殊的烤漆 今天這兩片我決定來交給一個 專門在做這種特殊烤漆的店家來幫我做 對那我現在人其實已經在我那間店家了 但是因為現在老闆有點忙 對他還在忙別的車子的烤漆 對所以我們稍微等老闆一下 那等一下就介紹老闆給大家認識一下這樣子 對是的那老闆終於忙完了 等他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華哥 我是華仔特殊塗漆工房的老闆華仔 對那今天我一郎的左右車竿那部分 就是會請華哥來幫我處理一下這樣子 對啊那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在我們開始之前啊 我們先來好好看一下老闆身後這台IG吧 是的 大家還看得出來這是什麼車嗎 這是美規的喜美八代 所以這台是CIVIC SI 對 八代的SI喔 對 這台灣應該不多耶 這台差別是差在說它是全美 它限量1000台的不限SI 真的假的 哇 好酷喔 而且大家有看到嗎 它不是沒有引擎蓋喔 這個是有引擎蓋的喔 對我相信大家應該對這個沒有興趣的 老闆你之前怎麼會想要改這個啊 因為當初也在引擎室花了不少工 可是呢就是發現有些人會覺得說 引擎室改那麼漂亮要給誰看 是每次都要把引擎蓋打開嗎 但是後來呢就是在應援機會之下看到 泰國他們有出這個透明引擎蓋 所以我就想說那勢必就一定要把它買回來 然後裝上車 太酷了 我喜歡這個想法 對把引擎是那麼漂亮亮亮的 誰看 好吧也就是有時候回家停車的時候 打開引擎蓋的時候看一下 對啊 然後沒想到泰國現在有這種透明的引擎蓋可以裝耶 哇 不過好啦老闆我還是要做一下 因為我對裡面很有興趣 可以打開看一下嗎 對 不得不說啊 打開的時候我覺得 有一種別有洞天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透明 打開來更乾淨 還是會有驚豔的感覺 就是很像那種你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但是突然來一下就覺得 欸 有耶 我覺得這個點有中這樣子 所以它這一個是 機械增壓 機械增壓的 就是千兩盒上的機械增壓 那因為它Silica SI8在 它在引擎的部分 它就是屬於K20 然後銀桶 美規的K20的話 它原廠的馬力就是197米 所以那這樣增壓上去的話 這樣子它還幾屁啊 目前因為我引擎腹內沒有做 所以我打低增壓而已 所以我是沒有去拉馬力啦 所以預估大概250左右 對 這樣子應該很好開喔 天啊 然後這個就是你自己噴的 對 好 好方便喔 好好 我都有這種技能 像我們都只能用鐵垃圾噴一噴而已 早期都會去參加聚會啦 現在就比較沒時間 就現在的聲音 真的聲音比較好 應該說大家也看膩 你也改得差不多了啦 有沒有 有這種事 可能近期想上個防滾龍之類 我是覺得這差不多 哇 現在是真的沒有開那麼快就是 講完店的玩車嘛 就是能上都上 這個過程 沒關係 老闆我喜歡你 對 好啦 那看完老闆這台之後 我們就也要開始做盛事啦 這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有沒有看到整個凹凹凹凹的 這個已經有結晶了耶 我發現 它是秀翻 好 要 原廠就已經有上漆的部分 我們會先把漆除掉 照這樣的方式 我們會直接丟進去去膝劑裡面 整個向它泡一下 丟進去 對 丟進去 YES 是去膝劑的池喔 對 去膝劑 感覺好像滿療癒的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去膝劑 對 了解 那因為它 它對人的皮膚會有著熱感 所以盡量不要去碰它 我想也是 這個看起來 很像是核廢料什麼的 所以這個很快嗎 這個很快 對 我的天啊 好 那我們就放在這邊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就 好 對 那我為什麼會找華哥弄啊 其實是因為在之前啊 我有一次我想要整理我 14的卡鉗 就是因為我有買一組前後卡鉗嘛 但是我是買二手的 對 所以我買了的時候啊 我想要整理一下 就是把卡鉗翻新這樣子 對 那個時候網路上搜尋 我就說華哥這邊離我 住的地方還滿近的 因為它店就在板橋嘛 而且說真的 華哥之前在網路上的風評啊 其實一直都還不錯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決定 我把那一堆卡鉗啊 直接送來給華哥做這樣子 對 那在拆羊腳那一部影片啊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我後人那兩顆橘色的卡鉗 對 那兩顆卡鉗就是 我請華哥幫我做的 而且我覺得成品真的 讓我非常的喜歡啦 因為其實華哥這邊啊 他除了烤漆之外 他有在幫人家翻卡鉗 對 那像卡鉗裡面的活塞啊 或是油風什麼的 他其實都有幫我換掉 而且說真的啦 他的收費真的不貴 而且做出來的東西其實 我覺得品質是有的 我會用噴沙的 喔 至少先把它泡起來 所以它這個可能漆比較硬這樣 比較圖層不一樣 也就是說它硬 像這個就整片掉了 這一片就掉得滿明顯的 對 喔 所以像你把它拿去噴沙 對 也是要把它去掉 好 對 它剛剛已經用水 去把它洗一下 就把剛剛的藥水都洗掉這樣子 那像這一種啊 這個都是因為它可能塗層不同 所以它剛剛那個去吸水 沒有辦法把它咬下來 像華哥他們自己有噴沙 所以這個等一下會進噴沙 然後這個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像這個啊 這個其實它也叫做所謂的生鏽 那其實生鏽我們一般指的是鐵 但是其實說真的金屬都會生鏽 它生鏽只是氧化的一種 那這個就是氯氧化之後的樣子 那這個到時候我們也是要把它去掉 不然這個吸噴上去都會 就是會咬不太住啦 那老闆在噴沙的時候啊 我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其他的東西好了 對 像這個啊 這個都是噴沙碗的卡鉗 其實很多人拿卡鉗來給華哥整理 像卡鉗啊 然後你看氣門蓋嘛 這也是喜美的 這個也是 怎麼那麼多喜美啊 然後這個 水瓶對我的習慣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其實很多啦 一些小東西什麼的 大家都會拿來給華哥整理 對啊 那像這個 像台灣的改裝它其實已經慢慢的去向於這種 你知道 精品化的一種改裝的方式 一種改裝的風格啦 就很像大家常在IG上面看到的 就會把引擎是弄得亮晶晶的這樣 就算你在開的時候沒有人會去看 但 你知道可能大家改會沒東西改了嗎 所以再來有一點就是大家也覺得帥 所以其實慢慢的慢慢的大家 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就是會 怎麼講 我不知道用這個詞對不對 就是沒有那麼的土炮 大家在改動力啊 或是在改底盤的時候啊 會盡量把車子保持得亮晶晶的 然後一些可能生鏽的東西啊 大家會送去烤漆 像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不錯啦 因為說真的 會玩車的基本上都是愛車的 一台車有沒有愛啊 就看它引擎是乾不乾淨就好 這個最準 真的 對 剛剛老闆問我要不要 嘗試看看噴沙 開什麼笑的當然好啊 可惡 先戴這個手套 然後手隨著後面伸進去 對 直接伸進去 喔 對 然後從這個玻璃視窗呢 就可以看到手套跟那個物件 喔 對對對 好妙的感覺喔 然後槍… 這樣子拿喔 對 沒錯 這樣子拿 沒錯 然後我就踩下面這一個 等一下 踩下面這個開關 嗯 有沒有 來 它就有蝦子了 喔 有沒有感覺很療癒啊 超爽的啦 可以啦 這久久玩一次也是覺得滿療癒啊 每天碰它會覺得好煩喔 有沒有剛剛我們除不掉的那個聚雞劑 它其實很薄有沒有 嗯 那就是它聚雞劑它咬不太動 那所以精油噴沙來破壞它 喔 真的耶 都除掉了耶 所以噴沙其實很利嗎還是 噴沙 對 它其實最硬的東西它破壞力更強 喔 如果說附件是像那種 精油層的烤漆麵的話 嗯 它有厚度在 它有彈性的話 很容易彈掉 所以它就破壞力就不夠了 喔 所以也是有分 就是假如說 依照不同的東西 然後去做 用不同的做法這樣子 對對對 欸我人生第一次體驗噴沙耶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不過剛剛你看 就像老闆講的 可能每天做的話就不好玩了 但是我只能說噴沙機 真的應該算是前五名想要買的東西了 我第一名想買的就是你知道 CNC嘛 一台五軸的 什麼東西可以自己做 什麼東西可以自己切削這樣子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噴沙 而且說真的 有除過漆 或者是除過鏽的人就知道 那個其實 說難真的不難啦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很麻煩 你會很花時間 那像有了一台噴沙機之後 其實你會把整個你公尺會縮得很短 這個真的很好用喔 對那像這個啊 這個就是噴完沙的裸件 上面的漆已經全部都被清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乾淨了 所以它現在已經準備要上漆了嗎 沒有 要做遮蔽 要先做 對 遮蔽就是我們不上漆的地方要把它切削 對… 所以這個是烤箱 所以這個要先烤過 要加熱嗎還是 要啊 要加熱嗎 是因為我要烤那個的關係 對 那個東西要經過烤它才會先來啊 結晶烤漆 對 好大的烤箱 對 那在加熱的同時啊 我帶大家看另外一個房間好了 這邊算是成品制嗎 對 喔 對 像這個都是華哥烤的 哇 所以它像這個制其實都可以 就克制 都可以克制 所以制都可以克制喔 對 像這個都是克制的 哇 我對這個比較有興趣耶 這個是頭段是不是 對 這是老寶 老寶世界的頭段 它原本來的 全部都是生鏽 所以像頭段這種可以 可以噴喔 可以啊 我們這個料是比較特殊的 它是從美國進口來 它本身塗層呢 它可以耐到1300度攝氏 攝氏1300度 對 噴這個效果就是讓它達到美觀跟防鏽 對 這個好棒喔 這個我也想噴 因為我覺得頭段 就算用白鐵的 它其實預熱它都會變得 沒那麼漂亮 對 不然到時候SEI那組排氣管 來噴一噴好了 這樣還比較帥一點 而且你就不用再擔心它會生鏽幹嘛 對 老闆這個東西看起來很厲害 來裝車上的嗎 哈哈哈哈 這是人家的椅子 然後這一組是Intercooler對不對 這是D&W的 應該是他們的中冷 對 所以華哥你覺得 假如說冷卻器噴這種漆啊 它會影響它的散熱效率嗎 散熱 嗯 它這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它這個是走水冷的 嗯 對 對 那你金屬的部分呢 你現在只要上任何塗層 比較不會受到影響室裡面的溫度 嗯 對 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可以依照它的功能 然後來上塗層 嗯 那這種塗層其實就是 除了美觀呢 再來就是說它的耐溫效果也不錯 嗯 對 它不會像一般的液體漆有沒有 它可能達到七八十度就會有問題 嗯 對這種的話可以耐到一百五十度左右 都沒有問題 對 像這種就是所謂的結晶烤漆嘛 對 那假如說是像你知道 就水箱那種的 水箱我覺得它是撞風的 我覺得比較不適合 就不要烤漆會比較好 對因為 銀封面嘛 你撞風它相對的 你有風在撞的話 它散熱一定會比較好 如果你上了塗層上去的話 它一定會影響散熱 了解 對 所以那我們烤完啊 現在就是在上溪了 終於可以進到上溪的這個程序了 所以像它這個已經算是結晶烤漆的漆了 對 可是為什麼看起來好像跟一般神明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樣 它要經過高溫烘烤 然後再送進去烤 對 再送進去烤 然後用 大概110度左右下去烘烤 大概半個小時 然後乾不會就乾了啦 算 烘烤完就差不多了 這排可以烘到350 你看看那個在頭端上面的 烤十五秒 它就是在經過的350度 是喔 對 對 那我們三個東西都已經上完射了 現在就是把它們全部放進那個烤箱裡面加熱 然後等個30分鐘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就等一下吧 我們到時候可以來看看成品 以後我們剛剛等了30分鐘 應該是差不多了 來看一下烤箱內的狀況 感受到一股熱氣 咦 好了耶 可是現在那個東西好像100多度 好像不能去碰 不能去碰 那我們剛剛已經把東西拿出來了 我不得不說這個效果 比我想中還要好耶 我覺得超帥的耶 但是現在我們雖然說等它乾之後 還不之後也不 因為我想要再把椅子外面這邊的字 把它抹出來讓它這邊亮亮的 這樣才算完成 而且我覺得這樣真的會比較帥 那現在就是進行最後的步驟 我們要把這個字磨亮 就等於是把上面的這些漆嘛 把它抹掉 讓這個浮掉的字可以透出來這樣 耶 是的 那我的東西也正式完工了 而且我第一次烤這種結晶烤漆耶 讓我比較意外的是它竟然可以直接當天就把它拿走了 好快喔 不然一般傳統烤漆至少都還要等一下 對 這次真的是我第一次做 真的是讓我滿意外的 好啦 我現在已經等不及吧 這顆引擎煮起來了 對啊 總之今天就感謝老闆啦 辛苦了 對 那今天影片就先差不多到這邊囉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不要忘了幫我按讚加分享 如果你不想錯過我以後 我帶大家去我喜歡的店家啊 或者是我真麗野狼 我翻新他的野狼的影片啊 請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好嗎 那先這樣囉 我是Pierce 我們下次見 掰